在这一张图看一下这个视频 百度迁徙 在这次疫情事件中百度迁徙数据 播放不了 百度迁徙数据 也就是百度有一个实时的测度 人口流动的一个监测网络 它在它的这个网站上提供 这个人口迁徙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在疫情分析里面可以借助这个数据 因为本身疫情的发生 主要跟人口的这个流动有很大关系 之前有同学在制图的时候询问过 是不是这个数据能不能用 或者是或者怎么来用 我刚才在我们的群里面上传了一个 PDF的文件里面介绍了 关于百度迁徙数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 后面如果有同学关注这个数据 我可以找一些其他的 就是别人已经处理过的 在这次疫情 关于这次疫情期间人口流动数据 已经处理过的这些数据 发到群里面给大家来用 但是我们要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也给大家强调过 数据是我们现在做 不管是做研究 还是做一些工程项目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数据是特别重要的 没有数据你就没有做各种各样 没有条件去做各种各样的分析 那么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 怎么来获取数据 之前课上我给大家强调了 就是你们如何来获取一些基础的空间信息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做的图 大家都基本上 拿到了自己所关注区域的空间数据 但是除此以外 还有其他一类数据 特别是社会经济类数据 我们现在也把这一类数据叫 社会感知数据 社会感知数据 我们之前说摇感数据 摇感数据主要是 我们说是用普通的摇感测绘手段 获取到的基础地形信息 地理实体的一些信息 而社会感知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它 把所有描述 社会经济类的数据 统称为社会感知数据 这类数据 它一般通过在各种各样的 就是专题网站上 比如说像统计的数据 在统计局的官网 一些什么人口经济 可能在比如说民政 这个发改委 类似于这些网站上 那么可能能够找到这类的信息 还有一些信息 是在这些 比如说像百度呀 高德呀 这些网站上 他们所就是没有公开的提供的一些数据 但是我们可以去写一些简单的脚本 能够爬掉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获取的方式 都是需要大家去掌握的 有些就刚才说 有些数据 那是别人已经处理好 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但是有其他的一些数据 有些数据还是叫大家去 写一些小爬虫程序 去爬取 其实写爬虫程序 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我觉得主要分作两类 因为你们现在 你们有 你们是不是已经开设了一些 就是已经学了一些开发类的课程 是不是 请回复一下 学了哪些开发类的课程目前 没有任何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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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开过任何课程吗 好吧 就非语言是吧 但后面 那就是后面应该还是有蛮多课的 不过现在已经第四学期了 如果这些开发课放到第五学期 可能工作量会比较大一点 大家要心理准备 那我们现在去写一些 你看网上大多数这种爬虫程序 主要是两类 主要是基于Python程序来写的 这个Python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没有C语言或者C++那么复杂 因为它的写法或者语言规则 更像我们普通的这种 说话的这种逻辑 因此它比较简单一点 你去爬取程序只要有两类 刚刚说的第一类就是 官方提供的一些应用程序接口 我们叫API 比如说百度上面 你可以去看得到那个百度开发 就是那个百度地图下面 右下面下面一行里面有一个百度地图 开放计划很实际就是 你点进去以后 就是它提供各种各样的API 也就是通过这个应用程序接口 你就可以比如说想要查询的 这些整个某一个区域的数据 还就可以访问出来 但是我们一般它的这种API 调用就是对于免费用户 调用是有次数的 比如说一天五百次 五千次或者一万次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访问 需要爬取比较多的数据的时候 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制 因此你可能要花几天的时间 或者说就是把这个任务分享 在几台电脑上同时去爬取 另外一种爬数据的方式 就是就好像我们点开一个网页 比如说这个网页上面有一个表格 我们可以解析这个网页里面的 HTML的信息 因为凡是显示出来的数据 都是结构化的 比如说哪里写的是价格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从链家这些网站上 来爬取房屋的就是这个房子的房价 或者说就是一些房子出租的租价 那么它在网页上都是结构化的 就是每一部分这个 比如说小区的名称房型还有价格 都是固定的这些标签 我能够把整个把这个网页信息 里面的这个字符的信息下载下来 然后呢再按照它固定的结构去解析 就能够获取到里面的信息 这是我们常规来进行爬数据的方式 大家一定要关注 把这个数据 这部分要做数据 获取数据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些相关的那种 自己做点小的实验去爬一下 我目前来看就是 就是比如说大家做的 有些专题可能需要一些更好的一些数据 去支撑才能够分析出更好的结论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 这块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下PinMap 上一节课我们说重点 大部分的时间在说Dotmap就是点图 那么点图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 就是通过统一的点的尺寸 也就是说图上所有的点大小是固定的 我们前面说的这种点的大小尺寸是一定的 每个点代表一定的数量 然后在相关的统计区域内 来根据它的统计值 这个统计单元上面的某一统计值的值 减出去这个点所表示的统计值 那么获取它的点数 然后在统计单元里面来布点 从而获取点图 点符号的另外一种就是PinMap 那么这个PinMap我们 之前大家在做图的时候也有用 也就是它可以通过一个符号 或者说一个简单的几何符号 或者说一个一个icon symbol和图片符号 那么在图上来标示 主要是来标示一个具体的一个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是PinMap 对于PinMap它的放置的位置 它跟DotMap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大多数PinMap都是为了具体的来反映 这一个点上它的要素的类型是什么 就好像我们在电子地图上看到的大多数 比如说公园有一个位置 或者医院有一个位置 这种那么就是PinMap的显示 那么PinMap放置的位置 一般是它放置的位置 就是一种 就是如果是表达的是点要素 那么直接放在这个点要素的中心上 如果是面要素的话 一般放置在它的几何中心或者说重心 那么这个我们都可以去选 简单的话就是按照这些几何中心 或者重心这种位置来选 有时候还会存在其他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一些统计单元的一些面状 区域它的形状不规则 那么可能采用其他的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方式 对于人工制图的话 这些位置 大家一眼都能够看得出来 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但是我们要解决自动制图的问题 那么这个点的位置就需要 经过各种各样复杂的处理 我们再看一下点密度图 点密度图 DensityMap 这个点密度图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重点要关注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这个点到底怎么来放置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就是其他的一些内容 包括如何来计算点数 但是点的位置如何来放置 这个是特别 是整个点密度图里面相对麻烦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前面都说对于我们手工制图来说 我们人眼都能够判断出一个较优的位置 来给放置点 但是对于自动制图来说 它必须我们必须基于一个规则 所有的点根据这些点现有的信息 根据点核统计区域现有的这些信息 来给它一个较优的一个位置 而且这种较优的位置往往不是唯一减 也就是说不是唯一的一种情况 可能是有很多减 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设置这个自由的位置 我们一般上大多数的软件里面默认的都是随机放置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前面的步骤里面 能够已经计算出来每个统计单元里面设置的点的尺寸 设置的点的尺寸 点的尺寸和点的数量 完了以后它就会自动的在统计单元内部 随机的来进行布点 但是 这种方式会存在一些缺陷 那么这种方式往往不是最优的 往往不是最优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用这个DOT Density Map 这是RG字里面 你去选择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直接就有一个DOT Density Map的一个选项 如果我们打开这个属性框就可以看到 默认它选择是Non-Fixed Placement 就是非固定位置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 就是你每次一刷新的时候 那个每刷新一次 那个显示就是RG字里面显示的你这幅图的点位置 都不是固定的都会重新去刷一次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制图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Fixed Placement 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附加的一些信息 来去优化这个点密度图 它的点的位置的放置 比如说我们会注意到一些情况 如果我们这个点密度图反映的是人口数量 那么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我们不会放置人口数量 比如说农田 比如说水库 对吧 这明显不是人居住的区域 那么我们就可以排除这些区域 那如果要排除这些区域 我们就需要去通过一些附加的一些属性数据 通过一些附加的数据来完成这样的处理 我们一般把这种附加的数据分成三类 一类是具体的辅助信息 还有一类是限制性辅助信息 还有一类我们称之为相关辅助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第一类主要还是用来 就是阻止非实际的点的分布 也就是说像前面这种 像在农田水利里面 其实就是辅助就是告诉你 给你提供一些支撑信息 哪些信息是可以放置点的 哪些区域是不能放置点的 而限制辅助信息 就是明确地告诉哪些地方是不能够放置点的 而相关的辅助信息是告诉 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得知哪些区域点的数量的放置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可以放少一点 或者说可以放多一点 比如说像这种 那么比如说这个 在一些比较陡的陡坡区域 那并不是说陡坡区域人口就一定没有人口分布 那么可能人口分布相对少一点 那么我们通过这些信息 我们都可以去对整个点的分布 位置分布去做一些微调 让它更符合实际情况 这是三类 这三类的辅助信息 我们可比如说像这种限制辅助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在UpJuice里面 它下面已经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选项 比如说Maskin 就是我们叫眼膜 通过眼膜 然后加上下面的选项 比如说它有Control Layer 控制层 然后下面又有选项 第一个就是说在你选择这个层里面不放置点 或者说只在你选择的这个图层里面放置点 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是额外的图层信息 额外的图层信息 Control Layer 不是我们在制图的统计单元的区域 而是额外的一些图层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往往是比你那个统计单元 更小的一些区域 或者说级别更低的一些区域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看 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图里面 反映的是这个 如果做的是州议级别 美国州议级别的 这个 就是玉米种植 而庄稼种植的这个 点秘度图 那么如果你要去做一些 辅助 限制性辅助信息 或者其他辅助信息 你应该要用 比州级别更低的一些统计单元 比如说线 是吧 这些统计单元 因为更小的统计单元 级别的数据 其实就是来把 整个更大的 比如说州的这一级别统计单元里面 更具体的一些位置的信息 进行一些具体化 那么从而就是说给这块区域来一个属性 我附加一个 增加一个信息来描述这个位置是可放置点的 或者说是不能放置点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对比 比如说左边 那么就是通过用随机 随机分布的方式 放置的点 而右边呢 就是用了这个限制辅助信息 比如说就是增加了这两个图层 红色区域的这个图层 限制区域不允许在红色区域里面出现 给密度图 那这样的话 最终的这个结果就会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 好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这是这个图最终的成图 那么把其他的这些实际显示的 因为最终成图上面就不需要放这个增加的这些辅助 辅助图层 你把辅助图层去掉以后 那么只保留这些点的信息和统计单元的边界信息 这是最终的图 除了我们刚才说 你可以通过 你还可以把多个辅助信息合并起来 就是放到一个图层里面来进行处理 就是说把多层辅助信息 每一层辅助信息都有对应的这种属性特征 那么我可以把多个图层合并成一个图层 来对最后点的位置的分布来进行控制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个图 第一张最终增布 第二张呢 加上加上两个辅助信息 一个是Lake 一个是湖 另外一个是黄色 我们可以理解称 比如说是沙漠 这样的话把两个图层合并到一个层里面 限制在这两个区域里面 不允许出现点的分布 这些我们可以让GIS或者QGIS里面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工具 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些 这里面是说我们如何来获取这些辅助信息 特别是对于点密度图 点密度图的时候 比如说不管是刚才前面的样例是做庄稼的分布 或者是做人口分布的点密度图 我们这里面最重要的辅助图层的信息 其实是土地利用图 对不对 其实是土地利用图 土地利用图我们一般在做的时候 大多数在做的时候 都是通过一些公开的摇杆数据就可以做 那么对摇杆数据 大家应该已经上过了摇杆类的课程 你可以去做一些 比如说做一些监督分类 也就是说能根据用摇杆影像上面 以致的一些图斑 也就是说一些像素 主要是通过颜色或者是RGB的值 或者说是其他一些特殊的摇杆 它上面的反映的光谱的特征 去构建一个样本库 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参考 然后让这个软件根据你做好的标记的 根据你标记样本 去作为全副整幅图的分类依据 把这个样本影像上不同去 宣传成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 然后这些土地利用类型 就可以作为你在去点密度分布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区分的特征 除了从洋海影像上面去提提土地利用数据 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土地利用数据 公开的数据其实也是蛮多的 因为我们国家大家应该听过 我们每隔十年就做一次土地调查 我们之前叫国土二调 现在在做的叫国土三调 因为自然资源部吧 原来国土部还有什么测绘局啊 好些各部门合并到自然资源部了 现在就叫 现在把那个国土三调叫自然资源第三次调查 自然资源调查 在这里面土地利用类型是 最重要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我们是可以从网上获取到一些数据 可能你现在是找不到 肯定就没有办法获取到三调的数据 但是一些二调的数据我们可以在网上做 所以来说对于这个土地利用数据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这个数据蛮有用的 特别是不管是我们在做一些实验 或者是做论文的时候 都会用到这个土地利用数据 因为它特别 它是对土地 我们地表的每一个土班类型的具体的划分 主要获取两种方式 我们刚才说了 第一种就是你可以从原始的摇杆影像 有很多公开的摇杆影像 可以从摇杆影像自己去做分类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处理好的 这个土地利用的数据 陪大家可以去用 但是一般往往都是比较相对比较老的 比如说十多年前 十年以前或者五六年前的数据 那么对于我们来 就是我们如果自动的 我们来对于点 如何来给点符号进行位置的设置 除了我们刚才前面的 只是去做一些辅助性的信息 增加一些辅助性的信息 让点的位置 点的分布相对于更贴合实际情况一些 更贴合实际情况一些 但是在这些 就是可分布的这些位置里面 其实点的分布还是随机的 那么我们如何来 就是说点符号的位置 到底放置有哪一种方式 我们看一下主要有三种方式 除了手动的 那么我们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均匀分布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随机分布 第二种方式就是地理加权分布 第三种就是基于地理特征的分布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就是uniform distribution 其实就是随机分布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描述 这种方式其实就是生成一个统一的 我们可以认为是半随机的一种分布 半随机的分布 它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参照就是Murkey 然后它的提到的方法 也就是说 一般就是说你在放 就是其实就是说 你这个统一单元里面要放一系列点 那我在放点的时候 假设按照一个次序去放 我首先放置的那个点 是near the center of the enumeration unit 就是第一个点放到尽量接近于它的这个 center 然后呢 后续的这些点 后续的点就放置在其他位置 就是放在就是其他的这个 就是剩余的这个位置 能够占据更大位置的这个中心 通过这种方式来不断的去 来散买所有的这个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这幅图 用这种方式分布 放置的这些点以后 点我们可以看到 相对来说 好像比如说这个边界 这个点的边界 因为就比较能够 能够反映出 它的这个州跟其他州的这个边界 因为美国很多州 它都是横线很直 是吧 横线和竖线都很直的这种情况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图出来以后 很明显我们会觉得 它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为它太这个 就是看起来太有规律了 是吧 第二种是地理加权 我们看一下它 看一下这种方法的描述 所谓的地理加权就是我们前面说这种统一 第一种 uniform这种方式 也就是在整个统计单元内 点的分布是均质的 随机的 不依赖 没有就是说是无偏差的 随机分布的 而地理加权是指 往往点的分布会考虑 会考虑统计单元上某一个子 区域它的 overall values 就是某一个综合属性值 也就是说根据统计单元 更小 更细力度 区域的某个综合属性值来对它进行分布 比如说我们所参考的这个属性值更高 那么可以在这些区域里面放更多的点 也就是让整个点的密度 看起来更danser一些 那么如果 那么主要 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如果采用了地理加权的时候 我们可以相比前一幅图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这个boundary 就是周的边界的地方 就不会像刚才第一种方式 那么明显的能够反映出周边界的这种情况 这是地理加权 那么在地理加权 它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讲的空间次相关 我想大家在上地统计的课里面 应该已经讲过 也就是存在的一种 地理学上存在的一种现象 就是high values tend to be located near other high values 就是高高 高高值 那么往往就是 就是分布在一起 也就是说比如说 什么是高高值局一个简单的情况 比如说长三角这些地方都很有钱 如果我们按照统计单元上面 统计单元上面的人均收入或者GDP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江苏呀 浙江呀上海 是吧 他们都 都这个就是 都是高数的地区 而且聚集在一起 而滴滴往往也 也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西北偏野地区 可能GDP是吧 它就会相对也少一些 那么这是空间自相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总体上来说 原理就是说 能够在细分 在这个统计单元里面 更细分的一些尺度上 看这些小单元 去根据这些小子区域的某一个属性值 或者说综合的属性值的高低来 对点的分布来进行调整 第三种呢 是就是基于地理特征的 我们看一下 那么基于地理特征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种 简单的这种方式 那么只是通过一些辅助信息 来把其他的这些 把就是不能够出现的 就是限制性辅助信息 或者是其他进行微调的一些辅助性的信息放进来 反正这个就是我们 根据我们制图的要素 制图的内容 就比如说你到底是人口还是装甲 根据这个内容 根据制图的内容 以及这种要素 到底哪些空间特征空间信息 能够对他的分布产生影响 那么我们把这些信息放进来 来对点的分布来进行调整 让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 就是基于地理特征的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三种方法 均匀分布地理加学和基于地理特征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 肯定可以看到 就是说大家能够看得出 那么第二种基于地理加学的方法 那么是一种更好的一选择 但是呢 它就需要就是一些额外的一些操作 那么这些常规的软件里面 往往是没有支持 直接支持这种操作 我们需要自己去写一些脚本 自己去写一些脚本 来实现这个位置 那我们看一下 对于使用自动布点的这种方法 那么它存在一些缺陷 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如果我们采用的这些自动化的方法 想要实现达到和人手工布点的同样的效果 难度还是蛮大的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那么我们只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 来使它更贴近于实现实际情况 或者说更贴近于人手工布点的这种情况 但是呢 我们能做的工作 其实还是就是目前 用这个自助布点的方法 能做的工作还是很有限的 这些是对前面 对前面的复述 这个没有什么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介绍一种方法 关于自动布点的一种方法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拉文 拉文是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 所提到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 它有四个步骤 其实比较简单 比较像我们刚才给大家 就是昨天给大家布置的KD数的这种方法 那么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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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方法呢 其实分四步 原理相比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呢 来把整个区域划分成规则的网格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分别计算 分别计算就是 每个点所覆盖的区域的比例 也就是说这个点 这些点应该占多少面积 面积的比例 这个呢 公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一个就是类似做一个规一化 其次呢 然后根据你自己所要就是 就是所要计算 就是说 根据你的设计 你自己想要就是整个点 最终占整个全通面积的百分比 这种方式来计算每一个区域 那么第四步呢 然后计算出总共的点数 然后呢 根据刚才前面计算的这种 在所站的面积 不断地去细分下面的子网格 把这些点 对应的这个点 然后 其实就是把最终 把这个点能够细分到每一个网格里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来实现这个点的这个自动的分布 这个方法 我们大家自己可以再去看一下 你也可以在ArcGIS里面 自己写一个小的脚本去实现 总体来说这个原理比较简单 好 那么这里面对 这里对于点密度制图 提出 有两个经验总结 第一个就是 简单来说 我们就是增加其他辅助的信息 第四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通过更细的 更低级别的统计单元的数据 属性数据 来去 去就是把更 就是把他里面 大的统计单元里面的一些小的空间上的一些单元的数据 来进行细化 从而来 帮助 点的分布 那么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说过 好 还有 第三点 第三点呢 就是 我们要视平衡点的这个size 就是到底设置点的多大小 以及每一个点所代表的统计 所代表的这个统计值的大小 那么保证整个视图上 它的这个视觉感受特别好 比较好 那么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 好 那么我们可以 我们现在把前面啊 讲的这些内容来 来来来来 总体的来回顾一下 首先把前面的这个点密度图的 内容来回顾一下 总体上来说 我们说 我们做的这个点图 如果这个点 Dotweb特别是 特别常用的一种方式 就是Dotvency 就是点密度图 点密度图里面 所关注的这几个细节 我们要 我给大家再说一下 首先就是说 我们所要描述 所有我们要用符号描述的这种数据 它都符合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它是一个统计单元 这个统计单元 它是一个 一般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统计单元 它是一个面上的一个要素 这是一个统计单元 我们要表述这个统计单元上的某一个属性值 或者说某几个属性值 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 如果我们反映的是一个属性值的话 我们就 一般就是说是一元 一元之图 如果我们反映的是两个属性的时候 我们就是二元 那么如果更多的话 就是多元 那么对于我们在描述的时候 一般能够描述两元 两个属性 或者在我们的图上 就是一种表达方法 能够反映两个属性 或者三个属性信息 已经是很少见了 那么如果我们要反映更多的属性信息 那么就会有 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多种图符 或者我们把多个属性信息 进行一定的运算 最后也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 类似像降维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可以把属的五个属性 进行一些相互关系的运算 最后变成两个属性 那么把这两个属性来进行制图 对于点密度图 它也是反映这样的特征 那么它主要反映的特征 一个就是统计单元 它所关联 关联就是统计单元的特征 那就是面装区域 另外就是统计值 比如说反映的是 这个统计单元上人口的数量 我们说反映人口数量的点密度图 反映的是人口数量 那么我们要解决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点多大 点的尺寸 第二个就是 每个点代表多少人口数量 第三个问题 就是点的位置的分布 对于自动制图的话 对于自动制图的话 那么这些问题都 那这些问题相对来说都比较好解决 那么有一些这个经验方法 特别是一些有经验的制图人员 那么它对于一些 比如说像点的分布 那么人工选择的设置的结果 一般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而对于计算机制图来说 这些我们都会 我们会采用一些 一些规则 一些方法 一些方程去运算 那么最终对于点的尺寸 还有这个 刚才说点的尺寸 点代表的数量 以及点的位置的分布 来进行自动化的处理 让它得到一个 最终让整幅图 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让这个图的 隔斗性更强一些 那么这就是我们用 Density Map 里面它所设计的 这几个内容 这是我们也是从上一节课 后半段 一直到今天 我们一直重点所讲的 Density Map 以及它自动化的一些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 这个图例的设计 我们大家在教的一些作业里面 其实都有图例的设计 图例的设计 所以我想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图例设计里面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比如说 你要就是说 你的这个图例要选择图上 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符号 特别是与你所描述的 属性值关联的这个符号 一般呢 就是在图例里面 很少用这个标题 比如说加一个标题 表示什么样的图例 如果呢就是这个符号 能够就是 self-evident 就是符号的这种 表示的意义特别明显的话 那么我们往往就不需要 再去增加一个图例了 比如说我们电子地图上 像这种公园的符号 或者医院的符号 都比较明显 有时候可能就不需要 去增加这样的一个图例 那么如果这个图例有必要 你还可以增加其他一些 比如说就是这个标题 就是整个这个统计单元 这个整个统计单元的面积 或者其他叫什么 sample densities 类似于这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图 都可以 总之图例是辅助读图人 对图上内容解读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 其实大家在做的时候 就是图例基本上都关注到了 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到底哪些信息 可可以出现 以及不用出现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做的 第一次作业里面的图 相对都比较简单 如果我们复杂一点 那么你可能要对图例进行选择 特别是我们之前讲的 颜色彩模式 里面进行一些 更复杂的搭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图例所起到的作用就很重要 对不对 图例所起的作用就比较重要 那么这个时候图例就特别关键 除了图例上的一些 展示的一些信息以外 我们还要注意图例啊 它需要进行简单的设计 进行简单的设计 比如说图例上符号它大小 图例上解对于每一个符号 解释性的文字 它是左对捷呢 还是居中对捷 它的字体字号 我们这个我们大家都要注意 还有图例是不是要边框啊 等等这些内容 我们都要根据整体图符 最终的呈现效果 大家也要挑 也就是说 首先你要关注图例上 要反映哪些内容 其次就是整个图例 怎么还设计 让它跟整个图更搭配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五分钟再来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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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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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約翰·霍普金斯 約翰·霍普金斯 发布的那个疫情地图 它主要就是这个 前面的就是Proportional Simple版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种 整个这个图的科技感还是很强的 是吧 在大家群里面 我应该是昨天放的吧 那这个不是约翰·霍普金斯的 这个是History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是一样的 就是通过这个点 那么这个点我也代表的是 这个统集单元 比如说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州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州 或者我也不确定是州还是县 应该是县吧 因为这么多点 每个点代表是一个县里面确诊的病量 点的尺寸代表的是确诊的数量的大小 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像这种图做出来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每一个点它的数量是多少 对吧 因为是Proportional 它是一比例来算的 一比例来算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知道具体值 但是你很容易一眼就能够看出疫情 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特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做可视化的时候 我们是对 首先是要对数据进行一个抽象 是抽象 并不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图 一定就是要把某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的值反映出来 那这不是可视化的目的 可视化的目的是要对数据进行加工 反映的是数据的模式 而不是数据真实的信息 当然有必要 我们有必要反映数据的真实信息 那么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 还需要给出准确的数据的信息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可视化你是做一个抽象的工程 那么而数据真实 那么你如果想要在整个图幅上面 把数据的真实组织出来 那这样就会占掉大多数的图面的 就把大多数图面都占掉了 所以我们要对数据进行抽象 这个图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定义就是说 这种图我们主要是用 主要用世界变量里面的size 来表达这种不同的 反映不同的统计受养的信息 或者来描述一种就是突变的一种现象 主要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 我们使用的这个点的 使用点符号的是在反映的 这种分类的分级的情况 反映的分级的情况 第二种就是proportional symbols 还是不分级的 我们就直接根据最大最小的这个点符号 它反映的这个数量范围 来确定其他中间的点的尺寸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这个图 这个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 对吧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这种图一般都采用 都选择这个点的符号 的形状 一般都选择比较简单的结合形状 比如说点 我们看它打多数就是点 是吧 那么如果你采 比如说这里右边有这样的一个反例 如果采用汽车的符号来画的话 你就会看到 首先就是它不规则 就会很拥挤 对吧 不规则就很拥挤 其次就是你很比较难啊 然后通过这个大小来反应这个 跟它的数量关系对应起来 除了采用这个圆圈 圆以外还可以采用比如说 采用这个 矩形啊 正方形啊 或者就其他的这种 简单的结合法 甚至现在比较多 还看到用正六边形 这种一些形状 两个都可以去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在使用这种图的时候呢 使用这个比例 使用这种点符号的时候 因为会涉及到 要用尺寸的大小来估算 跟它所反映实际的 点了尺寸 跟它实际所反映的 统计值的数量 要关联起来 但是我们在图上 我们看到就是不同尺寸的 比如说以圆锹为例 不同尺寸的圆锹 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产生视错觉 什么是视错觉 我想我们大家经常会 大家经常会 会看到一些视错觉 什么是视错觉 就是说 这个正常的就是 它你实际的物体的现象 跟反映在你视觉上的这种感知 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是视错觉 视错觉有很多的类别 大家可以去 自己去查看一下 有专门研究视错觉 在制图上的应用 比如说何老师 我们也认为何东夷老师 在五大学报上 应该 应该在九几年的时候 就写过一篇论文 它总结了 总结了几种 视错觉 总结了几种视错觉 以及这些视错觉 如何在制图中 加以利用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图里 所产生的这种视觉 叫 Antihouse 视错觉 就是中间的这个黑圆圈 其实它的尺寸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跟它周边的这些 它所处的 它的周边的这些圆圈的 出一样的时候 那么我们人视觉上所看到 就不一样 我明显能够会感觉到 反正右边的这个 会稍微大一点 比左边的这个尺寸会稍微大一点 是吧 这是这种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反映全球陨石坑的 这种大小 我们看一下这段文字的描述 这个图也比较简单 我们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会代表的就是 当地的这个 当地有这个陨石坑 点的大小反映的就是 陨石坑的尺寸的大小 这个图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就是全球的陨石坑的分布情况 以及陨石坑的这种大 整体的大小 看一下这段话的描述 这个图也不应该是 对 我们可以说 这个图也不应该是 那种大小路 这边一个图也不应该是 这种保存的 有点 像这个图呢 它的图力的设计 之前有同学还问过 就是像这种 我们经常会看到 除了像左边这种 是左右分的这种圆圈 左右分的还会看到上下分的 图力部分的上下分的这种圆圈 圆圈的叠合 之前有同学问 这种图力怎么来做 其实就是做两个圆 然后把一部分一半截掉 就这么简单 可以看到 就是你在做这个专题图的时候 我要有一定的文字描述 要有一定的文字描述 不是单单的只有图 要有一定关键性的文字的描述 可以看到这个图 左下角就一定 有一点文字描述 而且我要注意 就是 我之前给同学也说过 就是比如说大家的标题 或者说一些辅助性的文字 你不要占据整个图上 关键的位置 不要喧宾夺主 我们整体来说 我们图才是整个作品的主角 你不要把那些文字 就直接放到了最关键的位置 这样的话是 就是这个 对读图的感受 是影响很大的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 接下来我们看 就是这三幅图描述的就是 如何来选择一个合适的 这种 合适的这种等级符号的尺寸的大小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 左上第一幅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小的这个尺寸 最小点的尺寸和最大点的尺寸 它们之间的这个 就是起点过于小 那么最大的也会小 从而导致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图上就看起来比较零散 是吧 整个这些点符号在图上 它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凸显 我们在这个图上 第一感官 然后全是底图的这个背景 而第二张图呢 又过大 最终导致点的重合过于多了 是吧 第三个 那么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这个也有一些经验值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之前 在前面已经说过 这一类等级符号地图 那么这种符号允许一定的压概 特别是在点密集的地方 允许一定的压概 那么这种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保持一定的压概 而且也不会采用像第一种方式 就是一定的它没有任何压概 那么这种第一种方式就是 其实过于分散也不是不好的 还是要保证有一定的压概来反映它这种极具的趋势 所以这是第三种事会有比较好的一种方法选择 这种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也是去就是手工作的方式 手工作的时候 然后也是去选去试 不断去尝试 最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也可以借助于其他的一些理论经验公式 来对等级符号的尺寸来进行设置 这个我们要注意就是如果我刚才说了 对于手工来制作 我们就是不断 对于手工制度来说 我们就是不断地去尝试 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如果对于自动制度 我们就尽量去构建一些模型 能够根据统计单元的一些特征 统计单元的一些属性值的特征 来跟这个符号的尺寸挂钩来 构建一个模型 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总体上来说的自动制度 现在是没有办法达到人工设计 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三种方式 一种就是数学的scaling 第二种就是感知scaling 第三种就是分类的scaling 我们可以看一下 数学的这个就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就是直接根据你的值的大小 以及所采用的这种点符号的结合特征 来去生存它的这种比例 那么你只要去确定最大最小的尺寸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球状这个矩形正方形 还有这个立方体 那么不同的这种方式 它的尺寸的计算 都是通过数据的值 其实就是结合几何特征来型的计算 那么我们呢 根据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只要设计设置了最大和最小的symbol size 那么就可以计算任意中间的这个 不管是你进行这个分类 就是根据这个尺寸分解类 或者说是就是按这个一比例符号 通过这种比例来确定符号尺寸 那么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感知的skating 那么这个是指什么 就是我们说 就是我们说人往往会 人往往会低估大的符号 就是说比较大的符号 那么它会低估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比较大的符号 但人实际感知它没有那么大 它会相对的小一些 所以呢有一个经验公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r等csn次方 这里面r表示的就是实际人感知的这个尺寸 而s呢是这个就是实际的就是图面的尺寸 这里面c和n分别是两个常数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公式 用到一个经验公式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你在做图进行实际调整的时候 那么可以考虑这个感知skating的 perceptiveskating的影响 通过对你实际的就是按照前面 按照实际按照数学的这种计算比例关系来 在前面的基础上来进行感知心理的skating的调整 从而达到就是它让它这个效果会更 让它这个效果更好一些 我们看一下 采用这种知觉skating它存在了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这种心理学实验往往呢 它的普世性会比较低一点 这个我们大家注意 就是说我们在做比较简单的图 你可以应用一下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这种心理学认知实验 它的普世性低是指什么 就是对于做这种实验 它的被试者就是参与实验的这些人 实验结果往往受 参与实验人的一些个体背景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说第一点 实验往往受就是实验条件的一些影响 增加就是只用一个指数 一般是不实际的 没有考虑到空间上降稳 实验只是考虑的 就是只获取了指定的一些地图信息 而没有考虑这种任意的这种情况 第三种就是 我们刚才讲分级的这种skating 主要考虑就是三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到底分多少类 分类的方法 以及每一类符号的尺寸 这是这三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想实现这种自动化制图的时候 想要实现自动化制图的时候 那么这里面还是就是有一些 就是说我们 还是有一些 要素需要进行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那么要想实现人工制图的这个效果 还有很多的这种路要走 因为本身人工制图的时候 它有很多东西就是完全你感知 或者说本身的这种设计背景 或者说有美术背景 或者说对数据的这种有一种直观的这种认知等等 那么计算这里面的很多要素是没有办法在计算机模型中进行建模的 那么从这导致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细节来想到这种问题可以去研究 反而让不断的当这种自动制图达到人工制图的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整个第二端关于点的这个符号 那么就讲完了 讲完了以后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是我们有一位同学讲 有一位同学的图 我看一下 大家大概看 我想拿这个图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 然后我们 这幅图 大家能看到吧 然后借着这幅图然后说一来说一下说一下这些 说一下存在的问题 大家能看到吗 大家能看到吗 好的 来我们看一下这幅图啊 这幅图呢 其实总体上来说已经做得比较不错了 已经做得比较不错了 我因为这幅图里面 因为这幅图里面用到了我们刚刚说我们刚刚讲过的点符号 所以我想借助这个来说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用到了点符号用了一个就是省会城市二月确诊病例人数 是吧 确诊病人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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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 它采用了这个是一个体温剂的这种方式来反应 是吧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种图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就采用这种方式也可以 采用这种方式也可以 但是用体温剂啊 其实跟这个病例 就是我们采用一种符号 要跟这个描述的这个 属性信息 它最好之间有一种比较好的直接的关联 那么这个体温剂其实跟这个 确诊病例 它们之间的关联其实不是那么的强 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的强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一般在图上反映二元属性的时候 也就是多个属性或者说两个属性的时候 其实我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建议 建议大家可以尝试我们之前讲的这种 色彩模式的组合这种方式 比如说你现在像这个图 它其实是想描述一下这个 是想看一下交通运输密度和确诊病例之间 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这种相关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用之前的这种组合的色彩模式 那这两个其实就是两个方向的这种序列的色彩模式 我记得我上节课最后的时候 还专门讲了这样的案例 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设计这样图 肯定是很好看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 就是我们大家在第二个建议 就是比如说 不是第二个建议 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大家在出图的时候 我直接给大家说 因为你出图 比如说像上面的这些标签筑记 都是自动出的 出图以后 它给了一个自动的一个位置 我们大家还是需要进行微调一下 比如说内蒙古自治区 我们可以看到内蒙古自治区这个位置 它就还是按照这个 就是直接给一个水平的一个位置放到这个角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是肯定这个位置一看就是不合适的 很不合适的 对不对 你完全可以就是把这个内蒙古自治区这几个字打散 然后重新的手工来进行排一下 甚至你可以用其他的一些 就是字的朝向呀 重新字的间距 重新去调一下 让它更能 因为它整个区域的特征是一个长条形的 而且是一个环状的一个长条形的 对吧 现在可以重新按照它的几何特征来重新摆一下 让它更不合适的特征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南海区域 南海这个图 你下面的这个密密麻麻这些图 这些点 应该是南海 它本身上来说 这这么小的比例尺 这些图上的导师是反映不出来的 对吧 是反映不出来的 我们往往就是因为反映不出来 所以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是用九段线的方式来描述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标准的图上面会有九段小的那种线 来勾勒出整个南海的区域 对吧 勾勒出整个南海的区域 所以呢 这种方式表白方式也是不准确的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东南沿海的海岸线 特别的密密麻麻 而且密密麻麻的 然后有这个 你又使用了黑色的边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块黑虚虚的 这个也是不太好看的 对也是不太好看的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黑色的边线去掉 或者说我们就是说 我们在这些区域做一些简单的综合 让整个海岸线会看起来更平滑一点 是吧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 你看你有些筑记压盖了 或者说黑色的筑记在黑色的背景上面 黑色的筑记在黑色的背景上面 特别的就是显示的不明显 是吧 比如说香港特别行政区 还有这个澳门特什么 这都看不清楚 基本上都看不清楚 那么我们这些筑记 既然它在图上不反映数量关系 但是它起到辅助 位置解读的作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 这个筑记和底图 它是能够区分开来 这个筑记能够 是能够显著的能够显示出来 这是这是这个问题 其次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标题使用的这个字体 其实是很奇怪 我还是希望大家用一些正的字体 因为你是一个正面的一个 一个一个反映的是一个比较正面 一个严肃的一个主题 所以这个还是要用一些比较规整的一些字体 其次我们刚才还说 在这个图面上面 你的这几个 后面的这几个柱 就是后面这三段 三个文字 反映的是数据来源信息 不应该这么大 那么就是你可能觉得 你可能觉得做这幅图 它好像占的位置不大 其实它占的位置已经很大 像这类信息一般做的很小很小 甚至会用浅灰色浅灰色来的颜色 这样的话就是尽量降低 它在图上的存在感 但是当用户想要去参考 去查阅你一个数据来源信息的时候 又能够找得到 所以还是要弱化 它这站的面积其实已经很大 很大 好不好 这是这几个问题 我还是既然我们上课已经讲到了一些 既然我们上课已经讲到了 一些新的一些分析的方法 和制图一些可视化的一些方法 我就建议大家还去使用 建议大家去使用 像刚才的这种 两个序列色的组合色彩模式 做一下 然后再按照 我们之前告诉大家 从网上找这个色彩模式的一些 一些素材网站 去配一下 把这个图做得漂亮 另外就是专题 我刚才说了 这里面用的是省市交通密度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反映 大家是不是想做一些主题的时候 想反映一下 这个疫情的信息 到底跟交通密书 或者说人口流动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刚才说把那个百度的人口 迁移的那个PDF的信息 发给大家 大家去看一下 出来就是百度迁徙 还有看有一些网上 是不是有公布的一些 就是我们说叫手机信令信息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在那个讨论区打出来 手机信令 什么是手机信令呢 就是你手机 接入到蜂窝里面的信息 这之前的时候 之前的时候 推出过 推出过就是能够查到 你每个人到底去过什么地方 其实就是说 只要你的手机 比如说你走到了 进入了武汉 那么你的手机 就会自动接入武汉的 就是你所处位置的 那个蜂窝 也就是移动电机的基站 在这个基站里面 它就会记录你的位置信息 虽然这个定位的精度 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就是 它可能定位在几百米的精度 反正都能够明确的 比较是处理所处的 因此现在有很多手机信念的数据 也可以反映出人口的流动信息 反正你坐火车 从湖北坐到陕西 或者坐到河南 那么一路手机 会不断地去接入当地的 接入当地的蜂窝 在这个蜂窝里面 有你的位置 有你停留的时间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人口流动数据 这个我们大家也自己去查一下 有些呢是 就是一些商业网站上 需要购买的 这个肯定我们大家不用购买 但是有一些是别人处理好的 可以在网上查到 可能就是不一定是你所想要的 这种区域 但是对于这些数据 我们大家都是要关注一下 数据 有数据 才能够去做一些研究 有更多的数据才能够发现数据之间的这种关联 好 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把我们这个点符号 应用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去讲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下一 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线 线数据的可视化方法 之前呢 我给大家介绍过 介绍过eCharts 这个eCharts的用处呢 我们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里面 我首先把这个eCharts里面 支持点符号的这几个 这几个MV呢 给大家录下来 录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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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在做一些系统 做一些系统开发的时候 特别是要做一些 可刷的系统的时候 可以去继承这个框架 而且我们知道 整个Echart也是 开源的免费的 开源免费开放的 比较好容易理解 比较好继承 第三点我们就 我想给大家说的一点 就是我们如果在做纸质图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用Echart里面的图 它怎么来用 它这个Echart画完以后 刷出画完以后 都可以从页面里面 导出这个 它的这个实样形式的 就是SVG 我记得应该是大多数 可以导出SVG 用的是导出 很多同学 为什么那个图啊 最后结成起来那么模糊 我估计是因为 用了用的是QQ截图 你直接截了个图 而不是用导出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这个页面的右上角 可以看到有一个 这个下载的按钮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可以试一下 我记得是 就是你画好以后 你可以导出 导出成SVG格式 那么SVG格式 就是一个实量的格式 一个实量 什么是实量格式 实量格式 你可以简单理解 就是放在任何的 可视化软件里面 或者可视化软件 或者说是 这个图形编辑软件里面 它都是无损的 就是不会变模糊的 你千万不要在集成里面 用这个截图 截图出来 就是你当前所看的 这个分辨率的 那么放到一个 放到你的那个图里面 你可能会要需要 对它进行拉伸啊 或者什么 那只要进行了这些操作 那么它都会变形 那最后就是 结果就是变模糊 所以我们希望 就是大家也看 也知道就是这种 HR这一类图形的吗 它可视化以后 也可以导出来 一个图形文件 我们能够集成到 我们能够集成到我们的这个 直直图的设计里面来使用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丰富我们直直图的这些 信息图表部分的表现形式 那不就不会 像我们看很多同学 总是用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图形 表达方式 这是我们要大家要注意的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 然后线符号 什么是线符号 那么它只连接两个点 或者更多地理的线段 或者路径 那么主要的描述特征 就是长度属性和连接关系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吧 这就是线符号 那么我们大家现在 我看到你们 就是很多同学都在那个吐槽 好些同学都在吐槽这个 说做这个实验化的一个部分 那应该是你们在上地图学的课 里面的实习作业 应该是要做一张普通地图 对吧 普通地图跟我们做 我们说的可书化里面 有很多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说可书化 更多要讲可书化方法 而普通地图里面 你都去 大家都需要按照图示规法来做图 那么在普通地图设计里面 大家会 反正就是大家肯定看到了 很多的这种现状符号 是吧 比如说各个等级的公路 是吧 还有铁路 还有什么 如果是这个河流的话 小比低迟的河流也是现状 反正各种各样的现状符号 还有包括道路 对道路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现状符号可能比点状符号在地图上的作用会更重要一些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像普通 主要是比如说普通地图里面 现状要素是用来进行空间划分的 也就是说你画一条路 比如说一条河 武汉市地图一条河 那么首先会在读图的时候 在这个空间认知上你就会 你就会看到这个整个空间会被划分成了两部分或者三部分 那么如果是更多的不断的去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主干路或者其他一些路网 这个空间就会划分成不同的这种部分 所以现状要素 他的这种在图也就是说在读图的时候 读图的时候给读图人他的这种这种对于空间 对于读图者空间关系的构建 他的作用会更重要一些 会更重要一些 那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 我们这个PPT会给大家介绍四种类型的 现状符号 现状符号图 包括网络图 流图 等直线图和参考图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事例 这是现状符号的典型的事例 比如说第一张图就是河流 整个地区的河流 有主干河流 有支流 那么上面就是network 就是网络基础设施 右下角就是地铁线路图 我们可以看到地铁线路图一般就是这种很有特色 对吧 这种地铁线路图就是用90度 就是横竖分布 或者说45度角的这种分布的这种 能够保持地铁线路的top关系的这种结构 来描述地铁线路图 这是我们现在同用的一种地铁线路图的设计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flow map 就是流图的这种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左边这张图 欧洲的网络通讯设施 那么就是欧洲跟其他国家的这种网络通讯设施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线的粗息来反映他们连接 他们之间的连接的这种数量的关系 通过两个端点反映一定的数量关系 右边的图是加州向其他各州的移民情况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直线 第二种就进行了头部优化 进行了头部优化以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就会很好看 因为本身对于这种移民 这种像他做这种移民的数量的信息 反映的信息一个就是从什么地方 从什么地方迁出的 以及迁入的目的地是什么 同时能够再通过线的粗息来反映 或者线的粗息或者线的颜色来反映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数量关系到底有多少数量的关系 这是常规的这种flow map这种形式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暗示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等直线的 这主要是什么降水量啊 降水啊 降水量啊 还有这个什么风向呀 寒潮啊 什么这些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在就是天气预报 然后是经常会有这些图的 还有航线的可视化 美国航线的可视化 Facebook全球用户之间的好有关系 这个也是我的PPT的背景图 我每次都会用这个背景图 这种图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去设计 想看怎么会怎么能够做出这种效果 其实特别好特别好看 这些案例 我们看下还可以做成右上角这种三维形式的这种 这种 flow map 这是比较早的一幅图 应该是18几几年 我忘了 那么我们叫连线绑定技术 要连线绑定 它这里面记录的是 就是以前航海贸易的时候 应该是说 我记得应该是说这个 叫什么葡萄酒吧 是吧 是欧洲的葡萄酒都运向了世界的哪些地方 这是一个 它这个是什么 叫说叫连线绑定技术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PPT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就是线的这种要从这个欧洲 比如说这里面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从欧洲要拉出很多线到世界上其他区域去 那么如果只要保持每一条线都是独立分开的 那么这个图的效果就会很差 因此采用了连线绑定的技术 也就是把比较近的 或者说趋势目标趋势 就是目的地比较接近的这些线 那么绑到一起合并到一起 用更粗的一个想法反应 最终到目的地的地方来进行分叉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来进行分叉 那么这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一种连线绑的一个技术 好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讲 我们休息一下 你说的每个小话都很陌生 面对面 问候如何都不诚恳 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 何必能那么认真 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忘记一个人 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心理转 能不能色列为在耳朵中的 原谅我曾经 hmmm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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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开的时候 勉强说一直保重 你的一句算了 不代表我会忘了 你不曾在意的 我还一直都记得 有些事越伤痛 越说明了爱过 你为自己放了 眼眶却又湿了 你的一句算了 我们开始上课 我们开始上课 我们在上课之前 然后来说一说 上一次给大家留的那个作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上一次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就是我们这个课 刚好过年心一刻的话 跟你们那个地图学的课程同时在上 我想就是 大家应该能够也能够体会出这两门课之间的区别 可是我们这个课就更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 关于自动制图这方面的内容 自动制图 也就是不是就是说完全靠设计 而是希望能够找到可视化设计里面的一些数学规律 有一些模型 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图自动出出来 更复合 并且从这个我们前面讲的空间信息传输模型的角度来 来去衡量你这幅图是不是一个好的作品 并且用这个空间信息传输模型 来指导我们整个地图设计的过程 也就是从制图者如何来认知世界 如何把图 如何来把世界映射到图 映射到作品当中 那么你这个作品 如何来去对对现实世界进行抽象那些挖掘 对于数据之间的关联 挖掘数据之间的关联 描述数据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表达成可视化的形式 把这个可视化的形式传递给读徒者 那么如何来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这种信息的噪声 减少信息的这种误差 那么读徒者如何能够快速的封图里面获取到信息 并且指导他去进行这个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 能够辅助他去做决策 这是整个信息空间信息传输模型 在这个模型在这个里面整个制图的过程中 整个在这个空间在信息在这个可视化设计的 就是关注 如何来进行这些自动化的制度方法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呢 就是Mercane的这个Normal Graph 就是一个特别 就是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图 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 当然快速的去确定点的数量点的尺寸 当然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经验总结的方法 就是说它并不是说这精确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它只是给了一个经验的一个公式 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图可以得到一个参考 我们可以缩小我们就是比如说人工作图的时候 去尝试的这种范围 让我们快速的能够去得到一个可以计算的一个结论 好那么我来找两个同学来分别的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同学能说一下这个图怎么来用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图 并且解释一下这个图支持这个图的第一个数学 数学这个方程的解释 那么再找一个同学讲达第二个数学方程的解释 我就想看一下大家是不是课后 去认真去读了这个文献 但是我想说这个文献 就是让大家看这个文献 就是如果大家在做一些可视化的研究设计的时候 都知道从哪些方面来开展 比如说如果我要做一个自动制图的一个模型 就是一个符号的一个一个自动啊 制图的一个符号的设计 那么我从哪些角度能够能从 希望从哪些角度来开展研究 好那我来随便的点一个同学 我看一下大家做好准备 隔城月好不好 隔城月 请隔城月举手 可以听得到可以听得到 你讲大家都能听到 好你讲 你讲 就是讲那个那个什么麦姬 陌陌陌图 嗯他就是他这个图呢 嗯他首先用的是落墨图的这种表示方法 他就是他有嗯就是他的外轴表示的是嗯这些点他一共占的那个面积 然后呢他的横走表示的是点的数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呃那个那几个横线他表示的是就是两个呃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就是圆心之间的距离 嗯然后呢嗯嗯他这个图的主要的用法是呃就是呃你先呃先找一个啊我还漏掉了一点就是他最上面有一个什么呃从一点七七八然后一直到下面的零点三八一他标的是那个呃圆的直径啊就是你的呃他的用法是 你首先找一个直径然后找了以后和圆点相交 然后画一条线 然后呢在那个中间有一个叫合并地带的地方就是那个zone哦什么什么一开头的那个然后呢就是找到然后在里面找到一点 然后对应出他的对应出他的横轴就是找到他们那个树那个点的树嗯然后对应出他的对应出他的横轴就是找到他们那个树那个点的树啊 然后然后然后呢在呃在在那个地图上找出密度最高的那个密度最高的那个区域他的那个面积这个面积以后找到以后呃就是两者在相成就可以得到的是呃这个面积里面他可以放的那个点数 书然后这个儿如果是一个影响的这些摆比喷 junge teammate笑声ikte朝着唉呃什么啊 这个然后再用那个组的面积出于这个呃��려Patoke 这个呃这句东西就可以得到一个点他可以代表他可以代表的是多多大的那个面积这个就是图子一个点代表的面记 然后但是就是我理解的是说这个图它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首先是你的那个就是因为它是在那个综合合并地带中你自己找了一个点就是它可能这个两个圆形之间的距离它是这个距离是很模糊的 然后呢而且是 就是在这个合并地带的距离之外你找一个点就是有一个图是18页的那个图就是在两两个字大小的那个地方它这个图呢就是它的关系就是说你呃你它是找我记得是128个点吧128个点然后呃两两匹匹对应的那个一个 这个直径就可以算出一个点的一个点的那个面积对然后你再乘以128就可以得到它的那个动轴的0.5就说明是它的总面积但是它这个总面积它并不包括的呃哦它多算了那个两个点重叠部分的那个面积 所以这个图就是它对于这个图就是它对于重叠部分的那个呃算的话就是它没有考虑的很多 然后然后它下面就给了一种方法是通过概率的方法来那个呃来算它的那个就是呃怎么说呢应该叫就是它那个重叠的部分只算了一次的那种就它用的那个公式就是呃就是我不太我有点忘记它是那个叫什么学术的名字就是相当于算那个呃呃呃 结合的那个结合的那个和呃呃就是并呃呃嗯对接成嗯对差不多是那种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你算的是这个点就包括它那个两个重合的点的话就是它一共占的那个总面积就是它会它就把那个重叠部分的就只算了一次嗯然后它就把它那个列出来以后呢 因为你每个点的那个距离是 每个点的面积是一样的 然后呢 它的总的概率是一表示的是 一平方厘米的它那个的面积 然后呢你那个点的那个面积 再根据比例 然后就可以算出就是 一个点它的那个面积 所对应的一个概率 然后就是这样算出来以后呢 就可以得到那个一个阶层的那个数列 不是一个阶层的一个表达式 然后它在这里就 把那个k 它先把它 它把k取值为10 就是取这个值的原因是 它可以不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然后它这个 然后还算了一个0.95的这个 应该是n取极限到1000吧 然后就得到一个0.95 它就想说这是第一种方法能够来求它的那个总面积 然后呢你如果想求它的那个呃呃就是相互遮盖的那个面积就直接用NP减去它的那个就是这个阶层就是它的那个遮盖的面积 嗯 我这个是 讲完了 讲得特别好啊 讲得特别好 嗯那你看就是你看完这个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自己觉得 感受吗呃感受就是 嗯就是我我能感觉到它这个方法它是一步一步的推出来的就是从那个最开始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墨墨图然后带到一个概率图带到后面那个尾随机的方法就是感觉就是数学很重要吧然后就是嗯嗯嗯就是讲讲特别好 嗯嗯嗯你说就是他最后的我觉得它那个尾随机的方法比前面的那个概率的方法可能要更更精确一点吧我正但是我我觉得那个他那个PPT上没有明确的说出这个概率的方法它具体的局限性在哪儿然后其实我也不太明白是为什么就是它的那个局限性是 什么情况 你说是哪一页 嗯我看是呃呃呃 重一点 我有点找不到了就是他他说他有一句话是说呃就是好像从概率到尾随机方法过渡的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 他没有 为什么那个概率的方法他 就是他有什么问题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好 好行行行谢谢讲的很不错啊 嗯然后 行那就这样你先挂电挂断 啊 嗯 好,刚才格陈月讲的特别好 反正可以看得出来 很认真地读了这篇 读了这个PVT 其实这个PVT 它讲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刚才Normal Graph 就是McKane然后他自己做了这个Normal Graph 这个图他在做的过程中 完全不是说完全 大部分是根据自己的制图的经验 最后得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是统计经验 也就是我记得 我们大家上 我们学概率论的时候 还是学生物的时候 就讲做豌豆实验 它要做很多的实验 统计实验 然后记录下来很多的样板的值 最后根据这个样板的值 得到一组 就会得到一组 就会得到规律 那么这个制图 这个图呢 这个Normal Graph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根据它的制图体验 然后做了很多的这种制图产品 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 最后得到这样的一个 得到这样的一幅图 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公式 那么这个PPT后面讲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想去从概率论的角度来验证 这个图上的结论是否是有效的 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最后它得到的结论就是说 基本上是有效 那么基本上是有效 特别是也就是我们如果看它这个128个点 说用128个点 128个点 对128个点这个值 2PT的128个点 那么最终占到的面积是0.5 这个那么它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以这个例子而言 它最后用这个就是在这个A-Story里面 用的这个一Post 就是onePostscriptspoint 这个用0.35毫米来做这个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下面做的这个图 就是到这应该是哪一页 就是根据前面的统计的公式 最后得到这个图 那么我发现到这个群里 那么可以从这个图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你可以按照两PT是吧 然后128个点 基本上跟NOMO图里面的结论是一致的 那么就是做了这样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而且呢才结合这个 还做了在基于ArchGIS 然后做了一个具体的 做了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实验 生成一些随机值 那么就直接在一平方厘米内点的数量 来统计 刚才讲的这些 比如说不同的点数 不同的点的尺寸 所占的面积比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 它的这些样本图里面 有这种分布的情况 是吧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大概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大概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希望看到这个PPT是什么 就是我们大家在做类似实验 在做种可刷实验的时候 我们就是像这种漏墨图 那么它的这个经验 是完全我们可以 集成在一些自动制图 自动制图的软件里面 它的这个经验的结论 我们可以依据 就是把它这个图 来做一个数学化的公式描述 我们再进行根据 可以直接根据数据的情况 就参照这里面的结论 来做了一个图 那么如果我们要做 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时候 我们必须从数学上 来进行验证 那么我们很多之前的这种经验的 你是没有办法去 去做一个写成一个论文 来进行发表 那么必须要有数学的验证 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这种方法 我们提出一个 这个图我们可以认为 它就是一个假设 提出一个假设 我们找到一个数学的依据 来进行验证 在这个验证 在这个数学推理的基础上 数学推理的基础上 我们在做一些实际的这个实验 比如就是后面的这个 这个表格 从Step2开始 从表格随机生成一些要门点 然后再来计算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这个点数 它的聚集情况 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做一个可能化设计的一个实验 这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好吧 就一位同学讲吧 就讲得很好 希望大家能够看 就是把这个实验的流程来看一下 实验的流程来看一下 而且能够在后面自己做图的时候 能够会用这样的 这样的Nomograph这样的一图 来帮助大家来去选择这样的尺寸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Flow Map 这个就是流图 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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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图呢 它就是反映 有起始点 有结束点 那么起始点和结束之点 之间存在着物质的流动 或者信息的流动 这个流动有一定的数量关系 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 定性的差异 那么这就是流图 那么我们之前 大家见到过最常见的流图 可能就是那种行军布防图 反映有那个箭头反映 军队的布防啊 移动啊这些 这是我们常规所见的流图 流图上它反映这几个信息 就是一个是 什么是流 就是流上面才反映的信息是什么 方向是什么 然后流的数量是什么 这是我们流图所经常会使用的 反映的一些信息 我们看一下流图 那么有这么几种类别 第一种是分布是流图 第二种是网络流图 第三是雷达流图 第三是连续性的流图 第五是叫电信流图 这个就是比较具体在后面的电信 电信流图主要是在电信设施 反映这种电信设施 电信通讯领域所使用的一种流图 这是几种常见的流图 我们看一下这种是分布是流图 那么它主要描述的就是一般是商品 人口 思想 这些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这种传递 传播 那么它主要包括两个类别 我们看一下 那么第一种然后就是描述 第一种呢 是 第一种呢 我们看一下是 整个就是说反映整个流动的这种区域 那么第二个呢 然后是 第一个是主要是反映的 反映的是区域之间的这种流的这种信息 第二种呢就是反映的是整个反映的整个是整个研究区域 整个land surface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是最有代表性的 应该我记得刚才讲 应该是葡萄酒吧 反映的这字比较小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这个分布式流图 第二种呢 就是network流图 就是网络流图 那么这种情况一般 比如说反映这种路网 比如说道路路网 铁路路网 河流 河流网 类似于这种能够反映 他们之间的这种 整个之间呈网络关系 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 这种分布式 分布式的这种流图 它往往是单向的 就是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和一个 这个一个起始点和一个结束点之间是单线联系的 而这种network是整个的这种流 呈现出一种网照的结构 这是网络流图 我们看一下这是几个不同的视力 这居然是一个势力 第三种呢 就是雷达流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种雷达流图呢 通过做成这种射线 射线形式的来构建两个地区之间的连接关系 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是英国 英国不同的城市之间 他们之间的这种叫human interaction 就是人际之间的这种互动或者说交流 那么不同的这个 就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区域内的 就是你反正就是说 每一个地区都给了一个不同的颜色 如果从一个地区 跟另外一个地区之间有这种交互 那么他们通过这种射线 然后来连接这两个不同的地区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然后有一点三维的这种效果 但是这个变三维是这样 类似有点这种三维效果的 那么还有这种 我们刚才在eChart里面也看到过类似的图 这种我们在eChart里面把它叫做余选图 叫做余选图 那么这种也可以就是通过拓扑关系的形式 来反映它们之间的这种连接关系 我们称之为雷达流图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那个 这个里面的那个叫余选图 就是看看这个是暂时的地区 这个图也是现在比较常用的一种可视化的方法 但是就是会比较复杂一些 对就是这种 对这种就是叫余选图 其实它也是一种反映 一种flow wave的形式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周边有一圈的 有一圈圆圈 那么这个圆圈呢 有些是反映不同的这个地区啊 或者说同期单元 那么它们通过之间的连线来反映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种余选图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变体形式 还有会把 还有一些余选图做得很复杂 在这个圆圈上面又加上几层的这种属性 而且通过这种 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线上面 它还没有反映它的数量关系 有些还会反映它的数量关系通过颜色或者尺寸 来反映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的强弱 那么这也是一种近似跟近似的雷达flow map的形式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种连续flow map 那么这种连续flow map是指什么 就是在这种在这种现状符号上面 它反映的是向量 反映的是向量 也就是说整个现状要素 它有流动的方向 流动的强弱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 这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呢 是这种台风轨迹的分析 它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的轨迹 它是有这个 它是有强弱有方向的 对比红色的它反映更接近于蜂眼 这个黑色的就是外围的 右边这个就是 是riverflow 就是河流的这种 河流的这种流动的群势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通过整个就是 它通过把每一部分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符号的形状 它的方向能够看到到它的流动的方向 通过这种符号 就是比较白的这个点 是流动的这个方向 通过这种然后来反映整个 Railflow的情况 那么这种是叫联系flowmap的形式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风场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这种很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在网上看到我类似这样的图 这种很 很形象的这种flowmap的表现形式 能够反映风的风啊 或者这种台风啊 或者水流啊 或者气压的这种流动 还有一些是做引流的这种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图的这种表现方式 还有这种 这应该是什么 还清楚反映的是什么 那我也看到这种也是连续的 也就是说数据有这样的特征 它本身所描述的这个数据 它是随着时间 随着时间的变化 这个数据本身变化的频率也比较高 而且这个数据它是有方向的 有流动方向的 所以这种就是 连续的flowmap形式 这种图呢 做到系统 做到可视化系统里面 就会比较酷炫一些 它还有就是电信flowmap 这个电信flowmap呢 我们看一下它主要 它主要反映的就是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主要是包括比如说 internet或者说 信息空间维度的这种展示 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个很酷炫 那么它也是通过 对版制上的信息 还是通过连接两个点之间 反映两个点之间的这种连接关系 和采用 所使用的一种flowmap的形式 好 那么 这是我们 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五种flowmap的形式 好不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 就上到这里 我要给大家安排一下 下一次实习的内容 下一次实习具体的要求呢 我会给 这两天给大家写出来 发给大家 但是呢 我们下一次实习 我说了就是 大家要把我们后续的一些可视化的方法 都要用得到 都要用上 不能够就上 因为第一次实习 我们当时讲的内容比较少 那么同学 同学们 当时只是根据网上一些 疫情地图的表现形式 自己选择了比较简单的一种表现形式 后面的实习 我会把 我们下年几张 涉及到可视化方法 就是表达方法的这些内容 我 今明两天整理一下 发给大家 大家 自己先看一下 我们后面当然也会讲 先看一下 然后呢 我说了就是我们下一个实习 要所有的这些可视化方法 大家都要用得到 都要用上 不能够简单的支持用 一种方法 那么自己去 自己去看一下 而且下一个实习 我要求大家自己 要自己去 要去爬取一些数据 尽量就是数据多一点的数据 那时候呢 就是我们把下一个实习的内容 表现的内容 做得更多一点 好不好 我这样 今明两天 我会把实习的内容 发给大家 到时候大家再准备一下 我们第二次实习 最终提交的时间 就是我们期末的时间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构 构思 去设计 之前还有很多同学 想参加超速的 提出设计大赛 你们也可以慢慢的去设计 等我们就是最后就是 最后把这个提交的时间 花得很晚 那时候休息就好了 到时候一次可以直接叫做 也另外也可以去参加比赛 好吧 那么今天就剩到这里 好吧 大家休息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顶 ити 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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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